你们太卑鄙了 先合体再对决 不就等于是二打一了吗 朱莉安 你要是觉得委屈 就背着银色凤凰一起上场吧 还真是没底线 不想战斗就赶紧投降吧 朱莉安 小少爷 你说什么 朱莉安 千万不要中了他们的圈套 赶快停止对决吧 你们都别吵了 难道我连这种家伙都搞不定吗 这下糟了 朱莉安居然中了对方的激将法 当两个编码内核合体之后 战斗力绝对不是两个机器人相加而已 就算朱莉安全力作战 也很难取胜 必须先破坏他们的编码内核 很好 就是那里 变马内核不在那里 最适合致命郎珠的编码指令 终于全部完成了 终于让我找到了 这 这是十三曲 居然把我的能量球藏到了这个地方 等着吧 知名郎珠 最强大的编码内核 马上就要斗手了 快起来 对决了黑猫 对决还没结束 朱莉安 还是放弃吧 朱莉安 为什么受了重伤还要战斗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如果自己输了这一场 也要尽量对敌人多造成一些伤害 好让剩下的人继续战斗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能战斗的变马机器人了 还有我的红色风暴呢 可是红色风暴的升级还没有结束 所以这个学校也被我们打败了吧 真是太轻松了 有我小志在你们别太猖狂了 要是在升级中强行打开电源 红色风暴可是很有可能会直接崩溃死机的 我知道 不过 我绝不能就这么放过那两个可恶的家伙 红色风暴一定会没事的 他很坚强 一定能撑下来的 他是不是疯了 是啊 来呀 要是你想玩的话 就陪你再玩玩好了 小志 小志 你还是听刘娜的吧 万一害得机器人粉身碎骨了可怎么办呢 你们这两个以破坏机器人为乐的家伙 我是绝不会饶了你们的 小志 哎呀哎呀 这下怎么办呢 既然有人挑战我们 不接受的话说不过去吧 苏醒吧 红色风暴 求你了 用别了老古董 醒来吧 红色风暴 红色风暴 怎么回事 怎么不见了 到底在哪 啊 红色风暴 回来了 不 不可能啊 怎么会这样呢 明明明明 刚才还在升级啊 精神感应 小志这家伙 已经这么强了吗 红色风暴 休息好了吗 休息好了吗 来吧 让大家看看全新的你吧 红色风暴 雷射刀锋 只不过多了把破刀而已 还能有什么区别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小致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一时的 一时大义 一时大义 没什么了不起的 高峰 接下来我负责分散他的注意力 你趁机发动攻击 知道了 鞭马 鞭马 激光独阵 激光独阵 吓我一跳 差点就被打掉了 就是现在 来 接招吧 糟了 这个速度是躲不开的 即使是荣耀黑豹 也很难全身而退 即限燃烧 极限燃烧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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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啊 啊 啊 小致 你太棒了 放开我 我的小天才 太厉害了吧小致 你们太过分了 居然把我的炼狱毒心打成这样 我看你是欠收拾吧 绝不能饶了你们 别人你抓获 大专家 放开我 修酒你来了 你们以对决为借口 实际上是为了破坏 和编码战士并肩作战的机器人吧 必须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趁这个机会 我们学校再做一次大草厨吧 而且 维尔参加大草厨的学生 就是你们两个 我们走 大管家 东东 我们要不要去吃炸鸡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好 我们去吧 小致 你干得漂亮 小致 你的进步真的很大 醒来吧 红色风暴 这个小致 精神感应能力真的很厉害 不过总觉得有点眼熟 不管了 我该开始测试致命狼猪的编码性能了 现在就开始吧 我说的是真的 他走进之后 他走进之后确定的 根本就没有人在控制他 那个编码机器人的行动完全出于自己的意识 好可怕呀 是吗 又是那个传闻中的幽灵机器人吗 是啊 柳娜 你也听说过他的事吗 听是听说过 但是没见过 那是当然了 我听说见过他的人已经都 已经都怎么样了 他们都怎么样了 都别说了 又不是小孩子 竟然愿意相信这种传闻 这么说起来 我之前好像也见过那个编码机器人 真的吗 在哪儿 长什么样子 你们几个真是太让人无语了 他又犯什么病了 肚子饿了吧 醒来吧 红色风暴 荣耀黑豹都无法战胜的对手 他轻轻松松的就赢了 小智这个家伙 要想战胜她的话 就得提升精神感应能力 什么人 算了 我要专心点 专心点 这是哪儿来的 这是谁控制的机器人 想和我对决的话 就过来下战铁 什么 没有人控制吗 难道是那个 传说中的幽灵机器人 朱利安 我们对决吧 朱利安 你藏到哪里了 要是害怕我 你就直说好不好啊 哦 小林 你见到朱利安了吗 我好像在编码对决场地 看见他了 哦 是吗 那么再见 嗯 太惊人了 这个体型和这个速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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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荣耀黑豹的黑豹闪影吗 哦 哦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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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边 哦 朱利安 啊 躲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了嘛 来对决吧 嘿嘿 就是这个家伙 嗯 那个幽灵机器人 嗯 什么 哦 去哪儿 刚才明明还在 哈哈哈哈 朱利安 要是怕我 你就直说吧 这有点不像你啊 还吵幽灵 别骂机器人做借口 别怕哦 我会让着你 让开 朱利安 你去哪儿啊 嘿嘿嘿 嘿嘿 你想去哪儿 又 又是你吗 嘿嘿嘿嘿 既然你打败了我们心爱的机器人 就用你心爱的机器人 来赔礼道歉吧 什么 抵抗是没用的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交出来吧 我们要 红色风暴 红色风暴 哦 哎呦 你们可真是没完没了 如果你不赶快把红色风暴交出来 你一定会后悔的哟 嘿 哎呀 你们上吧 别忘了你们的花招在我这儿行不通 谁说我们这次要和你对决了 不给的话我们就自己抢了哦 传奇少林寺拳法 折拳 鹤拳 这下你怕了吗 你 还不赶快交出 哎呀 红色风暴 哦 你们是特意过来搞笑的吗 你小子竟敢小瞧我们 那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哈 别走 求你了 姐姐好 别走啊 就让我摸一下吧 我们打赢再也不耍花招了 好吧 只有这一次啊 谢谢你 干什么 放开我 谢了 大笨蛋 红色疯霸我们就收下了 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把红色疯霸还给我 我躲一下 那个家伙去哪儿了 高峰 别吓我呀 你在怕什么 快回去吧 还要把它拆掉呢 嘿嘿嘿 你说的对 这个机器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真是太帅了 真是太帅了 快过来 来吧 没事的 高峰 趁着没人直接把他带走吧 嘿嘿嘿嘿 你的坏主意可真够多的呀 上吧 练鱼毒蝎 上吧 练鱼毒蝎 上吧 练鱼毒蝎 再这么下去就要输了 只能下狠手了 激光毒阵 好惊人的力量啊 那个机器人不见了 嗯 他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幽灵机器人吧 嗯 原来是小智啊 等等 这张脸 没错 我想起来了 肯定是那家伙 太好了 终于成功了 所有的数值都很稳定 一切都很完美 这下 我的心愿就能实现了 只要有了这个能量球 全世界的机器人就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谁来找我 请问是安德博士吗 我是一名研究编码内核的科学家 你的研究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那是第一代编码内核 那是第一代编码内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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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